再来关心到登革热疫情全台蔓延 投城镇也从今天开始进行全镇大消毒 分4天4个梯次进行 也呼吁证明一起清除积水容器 以及周遭环境 共同清除并没闻 最近的天气时寝时雨 住家外的容器积水特别容易滋生并没闻 使得登革热疫情全台蔓延 各乡镇都陆续进行消毒工作 投城镇也从今天起分4天4梯次 进行全镇的大消毒工作 政长也呼吁证明 一起将住家附近的积水容器 将积水倒掉并且倒盖在地上 另外飞轮胎则是交由清洁队来回收 共同来消除滋生源 我们知道登革热的病媒体是埃及班纹和白线班纹 所以我们只要把我们处来一些盛容器 以及一些旧的铁堂有的在那里的水 如果把它冲好清潔 把它沥干 这样就可以监着病媒体的自身 以来新闻记者十四明采访报导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